纽西兰著名的怀特岛去年提火山爆发 至今官方确认死亡人数为22人 在事件即将戒满一周年之际 纽西兰工作安全局宣布 对13个机构和个人提起诉讼 原因是这起看似天灾的事件 其实涉及人为疏失 才会夺走这么多条人命 滚滚灰尘直冲天气 这是纽西兰怀特岛火山 去年12月9号突然爆发的可怕场景 虽然是天灾异常 但当局认定这起夺走22条人命的事件 当中涉及人为疏失 纽西兰工作安全局经过调查后 确定对13个单位提告 原因是当局认为 这些涉及的机构和个人 没有竭尽所能履行职务 并做足一切措施 来保障员工或游客的安全 根据了解面临刑事起诉的13方 包括政府机构 直升机公司和旅游公司等 地质科研所和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 已经坦诚 接到起诉通知 总理阿登恩授询时形容 这将是艰难的过程 但他强调必须尊重这项 独立调查结果 根据当地法律 被告有权要求不公布名称 因此当局没有透露被告机构 或人士的名字 一旦罪名成立 罚款额将高达30到150万纽币 约合85到430万令吉之间 调查机构表明 起诉失职人员 除了是要还给死者和家属 一个公道之外 更是要警惕所有业者和工人 务必尽忠职守 防止类似悲剧再次上演 明镜匣布团后 明镜医卿航空库室 明镜医华库室 明镜医华部长 明镜医华部长